哈囉大家好 我是林一子儀 今天呢我們出門要去哪裡 我聽聽看 求職 有人說求職 答對 對對對 那其實呢我自己在電塔的辦公室坐久了 待了兩年半左右 也是想說我自己應該是 對科技抵運有一定的level吧 應該我也是有一點資格 可以應徵的上其他科技頻道嘛 但是呢除了今天是要應徵之外 我自己私心是很想要開箱 其他YouTuber的工作室 因為我對的就是空間環境啊 還有大家的生活美學都很感興趣 所以大家應該看標題 就知道我們就要去誰那邊了吧 沒錯呢就是 蘋果爹跟蘋果妹的工作室 然後呢來看看 我是不是可以加入他們成為 蘋果爹或是蘋果妹頻道的一員 那我要叫什麼 蘋果世漢 很緊張 我等一下要這樣 哈囉 哈囉蘋果爹 嗨 打擾了 你好 哈哈哈哈 重新重新 老闆頭 哈哈哈哈 哈 哈 哈囉 歡迎歡迎 你好 打擾了 不要這麼騙外 老闆頭 不要這樣講 你好我是電他送妳的 科技主持 林森 很高興可以跟你見面 因為呢我在我們辦公室做很久 我想我應該有累積一些科技的知識水平 所以我就想說來蘋果爹這邊看 你這邊還有沒有一些座位 讓我就是可以跟你們一起工作 真的嗎 那絕對可以沒問題好 你一個身為老闆的角色 先帶我這個新進員工來看一下你們的環境嗎 不敢不敢 不過我們當然可以帶你們介紹一下 去參觀一下我們的環境 那這就是我們平常的一個 算是可能有人來的話可以坐啊 可以招待啊 可以坐在一起聊聊天 那或者是 我們有時候拍片的時候 也會在這邊拍 直接在這邊拍 對就直接坐在沙發上面 然後可能就是攝影機架這邊 往那邊拍過來 比如說以移動桌子為主 對 這邊呢就是我們的廚房 茶水間 茶水間 那平常其實我們早上會來的時候 就先做一杯咖啡 做完之後然後就開始工作這樣 還是今天就是有我這個 真的嗎可以嗎 Lindsay來幫你泡 好啊好啊 如果你要嘗試的話我們可以來試試看 哇這個茶水間 看起來很有生活品味 非常的擁擠 測量我們的咖啡豆放下去之後 歸零 喔很厲害 我被稱讚了 可以這樣撈回來嗎 可以可以可以 沒有那麼嚴格 但是你看起來很嚴格耶 沒有沒有啊真的嗎 我看起來像是嚴格的人 錯了 錯了 沒有開玩笑 嚇到 嚇一跳耶 假裝你不知道在拍什麼 哈哈哈哈 拉嗎 不會 你會嗎 OK 太好了 嗚 哈哈哈 因為我們拉得很難看 我真的會耶 哇 可是為什麼刀下去變這樣 可能因為那個植物奶打出來 比較有點不太一樣 好那我就抖一下 讓大家覺得我會就好了 可以啊 這個是卡布的風格 我根本不會 這就是我們今天上午的SOP 來的時候就是會喝一杯這個 植物奶拿鐵 你每天早上都這樣嗎 好讚喔 一真女總菜 女總菜 哈哈哈哈 欸真的耶 我是欸 我說 真的耶 我在探勘環境 嗯 還還OK嗎 我們這邊咖啡這個品質 那我們接下來就是在看 其他環境 OK 好 好 好 對 就我們平常坐在這邊 看看E-mail啊 然後手發信啊 然後剪片什麼都在這邊 然後蘋果妹坐在那邊 所以原本就是設計成要這樣子 開放式空間 沒有我們就是 因為租的時候 它的空間就是這樣子 所以我們其實沒有做任何裝潢的改動 就只有 上面這也是它原本就有 對對對 我們只有 旗油漆的顏色 然後這邊我們當初 其實規劃就是希望 這一面可以拍 那一面可以拍 那一面也可以拍 所以就把它做成這種樣子 升降桌啊 然後我們的燈啊 你可以看我們東西都有輪子嘛 就燈也有輪子 椅子也有輪子 就我們可以這樣 動的時候就很方便 女生要搬的時候其實也很容易 假設我之後要在這裡拍片的話 通常你們都是獨立作業嗎 哦 對 獨立作業 那怎麼 就想好說現在要拍哪一面 對 然後燈就會把它移到 我們現在要對的面這樣 譬如說我們現在要拍這一面 那我們燈就會這樣子 然後把它喬到 對著的這一面 也沒有很講究啦 因為我們也不是什麼 專業的燈光師 這個就是我們家相機的 也是移到你要的地方 然後這個是對正面 那按快門喔 就要自己按 這樣子這樣按 然後再做回去 對對對 可是我們其實用廣角鏡 所以還好 就是手碰得到 這樣是OK的 然後你拍的話就用上面這個 這也很讚耶 因為都是一人作業 所以就要想辦法 對啊 從器材下手 對對對 就讓它可以比較方便一個人做這樣子 我喜歡這間 你可以開一個 請問需要打燈嗎 對我們通常會開一盞這個 對在這邊拍的時候 我知道我知道 這我會 對 那你先幫我坐那邊 我看一下 我們會把其他的燈關 看你們啦 你們想要關還是開都可以 導演請問這樣可以嗎 那請問 我看一下畫面 可以 漂亮 我覺得陰影有一點太硬囉 硬喔 開玩笑 開玩笑 快了老闆 沒有沒有 老闆速度太快 沒有我沒習慣 就是一個人 一個人拍跟一個人這樣 如果我要來這邊 我就要做一個全能的工作者 對因為我們基本上 就是每一個人完成自己的工作 我也沒有員工 所以 就是這樣 我成為你的員工 真的嗎 好 你問我從早上報到到現在為止 有沒有需要調整的地方 其實我覺得都不錯 而且剛剛咖啡也壓得很好喝 第一點的需求最重要就是 要喜歡喝咖啡 那你可以看我們現在桌上 有擺一些相機 對 那你應該也知道 我們先有談過就是說 今天要來工作 第一個案子就是想要談這個 拍一個相機 對有我也要說準 對就是我有帶三台來 只是就是 有忘記帶作品機了 就說 對不起 所以我們就不知道說 你拍的技術怎麼樣 就很難判斷 我可以開我的IG給我開 開玩笑的 OK 所以我們就可能今天就是要先介紹這些相機 然後跟蘋果妹可以一起討論 我要講解什麼操作嗎 還是我講解就是一些規格就可能 我覺得 這個我喜歡這台耶 這個Y 這也是那個Lomo Insta 對 這台很棒 酷喔 塞台 我會講這塞台 這個剛好都是跟我們這邊有差異性的 為什麼選這塞台 一些特別的地方 特別的點讓我們覺得 為什麼會想要用這些相機 還有什麼區塊要注意的嗎 可能拍攝的時候 因為我們這邊都是自己做的 所以我們自己要注意一下 是相機 麥克風有沒有開 像我這樣常常開完之後才發現我沒有開 真的喔 因為是一個人作業 那有需要我 就是自己剪接嗎 對 我可以自己剪接 對 我很快喔 我以前蘋果素報 我真的嗎 那剛好是我們最需要的 那有點想要好奇說說 好我可能在電他上演工作大概兩年半 然後自己覺得其實 科技頻道裡面競爭值得蠻重要的 想要問蘋果店說你身為一位老闆 身為自己工作的人 你又覺得就是競爭越來越極越難做 我覺得對啊 就是其實也會突然看到越來越多人 可能拍類似的題材啊 我覺得這可能在每工作都會碰到嘛 就是會有競爭嘛 會有這種不一樣的人跳進來的 可能就自己心態就要想辦法去 客服 對 轉變了自己 自己想方法或自己去競爭這樣 果妹跟果爹的頻道 你們的路線都還蠻明顯的 這原本一開始就是 建立這種路線 就是慢慢試著拍不一樣的題材 然後再慢慢走不一樣的一個方向 可能看什麼樣的題材 在哪個頻道的時候中比較多人喜歡 然後可以慢慢去調整 當然有刻意就是把我們兩個頻道的路線 又畫得很厲害 因為其實人的興趣都不一樣 那當然是每個人拍自己喜歡的東西 會是最拍起來最快樂的 我之前很多小技巧都是給果妹的頻道 捷徑 下去怎麼弄 而且他很會把 可能我看起來覺得很複雜的東西 把它簡化 然後把它解釋得很好 因為我以前不是科技圈的 所以進來之後 其實是有在慢慢吸收各個頻道的內容 我自己做了兩年半 其實也會聽到各方的意見 不管是好或壞的 其實我每一則都會看 那也蠻想問說 蘋果爹你們是怎麼去面對 酸鹽酸 哇這個真的 我覺得好多層面 因為剛好最近也是跟朋友在討論這個事情 我覺得 酸鹽怎麼講 就是有的是酸鹽 有的是真的是很在意頻道的這種觀眾 那可能覺得說 欸你頻道的內容進步不夠 或者說 可能有些地方可以做得再更好 這種我就不會覺得說 好像怎麼樣 對對對我覺得 我還會跟他們說 欸謝謝你 因為願意花很多時間還講 就是虛心的接受這樣子 另一種就是好像就放一段話 他今天早上心情不好 落狠話 超喜歡落狠話 哇他這樣講話是不是 嗨 我會刻意的回憶一個 我在這裡打這些東西 也沒有人在意 對啊對啊 我覺得可能會 嚇死 然後他就覺得很氣 沒有很氣再留更多 然後我覺得嚇死 超嚇死 對你就 心情氣 對啊 生物系然後 封鎖這樣 因為有的時候這些人想來吵架 會引起很多觀眾也來吵架 有時候有一個 不免的東西在的時候 可能會影響到很多人 居心 讓他這樣子滾下去 不就 好 這點我需要學 慢走 其實一開始那時候比較常看你的片的時候 就覺得被一個東西吸引就是你的聲音 我真的記得我第一次聽到的時候想說 哇這個聲音要來講科技要確定 很好聽欸 有人在講嗎 有一些啦 可是也有人說不好聽 蛤 什麼意思 因為我也覺得我的聲音很好聽 這樣有加分嗎 有 當然我們也非常需要這種 你也有覺得我聲音好聽 有 哈哈哈哈 吸血不然憐憎 不然很卑微 好那我們聊那麼多 你有沒有準備好 有 在這裡 哇 剛剛看不出來你已經寫了 那你等一下可以觀察一下我拍片 然後你需要挑針 你可以立即跟我說 不敢不敢 好沒問題 我已經OK了 好那我們就開始請蘋果杯進來 好 可以一起來拍這片 OK 果妹要架相機是嗎 我要跟我的同事一起拍片了 沒有 有它有翻出來你看 對 檢查記憶卡 檢查記憶卡 呃 ISO ISO可以跳 好你們可以先講講話 哈囉 好我先錄一小段 你要不要來看一下你覺得怎麼樣 好 老闆叫他看歌 老闆出意見 老闆來 老闆來 老闆來關 關雙戶 欸已經關了 哇 大家好我是蘋果妹 今天呢我們邀請了一個重量級來賓 就是電踏少女的Linzy 哈囉大家好 來了 沒有沒有 這個老闆太客氣了 什麼事都不讓我做 我們自己也是員工 還是我來這裡當公主好了 拍片嗎 今天已經滿順利的完成 今天的拍攝 還有了解一下就是 蘋果爹工作室的空間 我自己很喜歡 那你覺得 對於我今天的工作表現 有什麼樣的評價呢 我覺得 你已經非常專業 我覺得你應該自己也知道吧 就是你們的經驗 然後你們在這一行 其實已經這麼久 看你們拍攝的流程 然後看你這些口條的部分 我自己都覺得 欸有很多可以學 等一下可能看不出來 可是看得出來 你頭腦裡面有一些畫本 把它想好說 現在要講什麼 等一下要講什麼這樣子 對 所以 哇真的很厲害 哇 怎麼辦 沒有這就是實話 這實話 你一直稱讚我 我會很快樂 沒有 可是我們同時也會希望就是說 欸你們看我們 看我們這邊的環境 或是我們做事的方式 會不會覺得 欸我們這樣 有沒有什麼地方可以再更好 我覺得你們算很厲害 因為我覺得獨立做一件事情 我覺得是很消耗的一件事情 所以你們可以持續做那麼長久 應該內心也很堅定的在 經營這個頻道 沒有吧 沒有啦 就是內心要足夠堅定 才可以做那麼久 因為我覺得光是我自己經營 我的個人頻道 那個心就是已經很漂浮不定 我有點沒有辦法 把我的 一整個生活都奉獻在影像上面 因為你同時也是有一個正直 對 我覺得這個其實就非常非常厲害 兩個同時在走 我覺得更困難 如果要提一個需要改進的點 請問是什麼呢 需要改進的點 就是剛剛打奶泡的時候 好像沒有開玩笑 我覺得沒有 我說真的我覺得沒有 其實跟果妹跟果爹相比 我自己是覺得 我可能還不夠深跟在科技產業 進來才兩年半 所以看你們可以坎坎而談 然後自己獨立做 因為我們其實是有腳本的 然後分段 我不確定兩位有沒有 但是你們在鏡頭表現的時候 都是很自然坎坎而談 我覺得是我非常尊敬 尊敬的一個點 真的嗎 沒有沒有 我們也是就是拍的時候 我們也是常常要重拍 因為會拍不好 然後也會講錯吃螺絲什麼 我們也是會啊 上次跟你Feed之前我也是超級緊張 我知道 對 結果後來真的在一起之後 就是大家坐在那邊聊的時候 我就覺得其實其實OK 對不對 可是我覺得我們都會緊張 就是因為我們想把事情做好 對 謝謝 那最後就是 請問你願意雇用我搭你的人工嗎 如果 我好像好有壓力 如果有 如果我們有榮幸的話 真的會有願意 對 真的 對 我會覺得滿緊張的 真的嗎 你們老闆在看 他搞不好會很開心耶 你看 就是在他的公司 有這麼一個傑出的員工 好 今天的企劃呢 算是大成功 蘋果爹呢一直讚賞我 我覺得非常快樂 希望我可以還有機會 來他們這個工作室玩 這個工作室太漂亮 真的是我理想中的工作環境 隨時來玩 真的OK 對 所以如果大家想要看這支影片的話 除了要訂閱電探上影之外 蘋果爹那邊呢 也會在他日常影片發上一些 今天拍攝的側錄 蘋果妹那邊呢 也會上傳一支 其實就是我們剛剛在介紹 各式拍立得的影片 所以大家三個頻道都要訂閱起來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我們下次見 掰掰